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来到4月26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艳姨 今早还有中微证券研究报纸 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 大家好 阿姨 昨晚美国可能会吓到大家 因为公布了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 市场突然担心滞涨风险 美股一度急死了大约七、八点 但修市局修复了近一半失地 究竟港股 大家也关注一下 创了今年新高后 可否再继续上升呢 等下都会问Ravi 外围市况以至焦点美股业绩后 如何部署 以及港股焦点股份 如何部署 大家有什么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就是在我的节目留言区 留言 说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股 星期四下跌 META等业绩报告令到投资者 担心企业指引前景 加上美国首桂GDP数据 显示经济增长放缓 但通胀压力升温 滞涨风险上升 马道指列后低开过400点之后 最多跌了706点 低位见37754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375点 报38,085点 标志一度跌1.6% 收市跌0.5% 报5048点 跌23点 纳指跌100点 报15611点 美国十年期债息 升穿4.7厘 创5个月新高 两年期债息 再次站上5厘的水平 马交易员现时股联 主角开始减息时间 由原先11月压后到12月 美国指数先升后跌 日元就再创34年新低 商品价格方面 金价和油价升大约1% 焦点美股 马特斯拉再弹5% 苹果升0.5% 而META业绩之后 曾经插水1.6% 收市仍然跌超过一成 投资者忧虑META的AI机 见洗肥大 但同一时间就憧憬NVIDIA 会受惠 NVIDIA股价升超过3% 而微软和Google 在业绩前跌大约2% IBM上季收入差过预期 股价跌8% 就是最弱的导指成分股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给港股升0.7% 网易和京东升0.5% 腾讯给本港收市升0.2% 截算部340.07% 百到尾跌0.1% 至于汇丰控股 ADR给本港收市升1% 截算部65.46% 友波和港交所跌0.1% 日本市跌0.2% 接着看看今早上外围市况 其实导指期货是靠稳的 因为微软和Google 收市之后 我的业绩都不错 股价都升了上来 导指期货现在38,317点 即是29点 纳资期货升1% 至于亚太区股市 普遍向下 日本市跌0.2% 日经平均指数37,552点 跌75点 南韩市可以相对靠稳 升幅跌近1% 澳洲股市跌大约1% 恒指市货期 恒指黑期 也在靠稳的 正升59点 先和Rafi谈谈外围的情况 外围昨晚其实也有很多消息 先说下一刻 市场美股为什么会跌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美国公布了首贵GDP 按贵的升幅由3.4% 放慢到1.6% 就是近两年来最慢的增速 并且差过市场预期的2.5%的升幅 而首贵的核心PC 按贵大升3.7% 就是因年来首次加快 数据公布之后 总统拜登也说 国家经济依然是强劲的 但他们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只是努力降低物价 财长耶伦也出来说 说淡化了经济的忧虑 究竟市场应该如何解读 最新的美国的GDP数据呢 其实说真的 数据当然比预期低 但按贵来算是1.6%的增长 其实至起码是正增长 不怕说什么收缩 所以严格来说 本身的数据 就不是真的异得这么交关 但我觉得 就因为大家对近期 美国经济的看法 是挺乐观的 就是从以往时说要减息 各样东西之后 到慢慢觉得 因为经济很强 没有Landing 没有着陆的时间 其实就不需要减了 那你变成没有着陆 没有成绩 意味着经济还是强劲的 所以其实本身大家有预期就是 今次GDP应该都继续保持强 但是你看到今次出来 1.6%按贵增长 比起刚才说 市场在估计2.5%是较低 还有比上一季或四季 3.4%都是低了 这就令大家 一来一回有个不似预期的情况 这是第一点 令到市场的解读 是比较负面一点 二来 虽然如果只看GDP数据差 大家理论上觉得 那不就更好 可以减息 快点减息 但是另一个 因为GDP的数据里面 其实它也有一个PCE 其实看回今次的PCE 因为这个PCE 更加关键就是通胀的指标 连儲局会看 是的 因为储局 减不减息 加不加息 或者怎么样 其实不是看CPI 他们是看PCE 所以今次的PCE数据 反而又反过来 也比较高 也比较明显 更差 对一个核心PC 第一季是3.7 比原本PCE数据3.4 还要高 所以一来一回 就是经济增长 又好像比预期不慢 但是通胀是继续高 刚才你也说到 就是令大家重新 有个Terms 就是滞胀的说法 当然了 这个是一下子这样看而已 你说是不是 立刻已经是 怕着滞胀 或者真的出来呢 说真的 我觉得继续获得 就是数据 常常都变的 美国其实这些数据 都是常常变的 所以可能随时 过一两段 这些数据 有所谓正常化的时间 大家又不会这样看的 这个是昨晚这样的反应 所以变成了美股 是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曾经跌很多人 导致跌超过7、8点 虽然埋单价格 跌回少了一半 但是都是下跌 其实说真的 我记得上一两个星期 都说过 其实美股 这一刻来说 你说问到我的看法 会是审慎了的 都说过 是有个波动 调整的可能性 但是只不过 不断强调回 不是说什么 大跌 或者单边向下那种 因为除非你说 接着要看几件事 是否大跌 构成就是跌下来 究竟那些钱 是不是不愿意买回头 不愿意买的话 就可能要看看 是否有其他东西 去扯到钱 如果你说 有其他东西 能吸引到钱 那些钱真的不是 从头回美股 那可能下来上不去 但是暂时 都未完全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美股 又不至于是一个 单边只下跌那种 但是明昆地 现在很多的因素 比起可能对上几个月来说 是多了一些变化 每个人都说 譬如你说的是 地缘局势的问题 以往可能只是 炒减息炒业绩等等所有的东西 你没有一个地缘局势变化 现在是多了的 虽然近期又剩下了一点 但是你真的很难说的 突然间又会挑起 多一些任出期 所以这种东西都令到股市 大家投入的那种意欲 会有多一些戒心 而来其实不断地说 美股本身真是 整体股值真的不是便宜的 虽然大家经常拿 导致标准纳指三个 大级指数去说 或者是这样去看 特别如果你说 特别如果说科技的话 大家可以看纳指 但是如果你说 其实标普里面 都有分一些细行指数 其实如果你看标普 分11个指数里面 其中一个就是 信息科技指数 其实都是偏向科技类为主的话 其实它的估值真的不是低的 现在来说 其实是比过去5年的平均值 高出了 都一定是水位的 所以都意味着一点就是 你除非有更加好的气氛在那里 否则其实是 有些刺激是真的很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 过去也说 为什么对美股会 审讯一些会是这样看的 但是还是保持着 是所谓一波暴望 就是刚才也说 正如你只看了宏观 经济面 数据面 减不减息那样东西 其实真的随时会变化 所以这件事就 可能一下子反转了 美股又再强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我觉得 这一转有点不同 就算美股之后 能够弹得上去也好 要再破顶 好像过去几次那样 调完之后再破顶的机会性 我觉得这次是难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 可能短线会比较波动一点 看法上会比较 是相对审散一点 是 可能会比较辰转一点 才可以再上高一点的水平 意思之下 最重要当然就是 大家看着自己个别买的股份 如何的消息 因为可以的反应很夸张 尤其这段时间 美股业绩期 大家喜欢看着这几个大的科技股 昨晚美股收市之后 其实两大科技股分别是Google 没有的Alphabet 还有Microsoft 都分别公布了业绩 其实市场似乎挺满意的 先说一下 升得比较多 盘后股升得比较多的Alphabet 季节的季节 收入按年升超过1.5% 顺利升5.7% 每股盈利1.89美元 超出市场原始预期的1.51美元 公司第一季的营收 广告运收入增长都是加速的 最重要是首次公布派息 并且预期会每季都派的 还有宣布额外回购最多7-8亿美元 所以刺激管理股价升1.2% 其实Maprosoft也是不错的 究竟两只股份怎样称 先说一下Google 因为反应最大 因为有更多消息 它AI又要投入多一点 但是有钱又可以贵为派息 怎样看Google市场 是不是初步反应都挺正面的 看盘后股价就一定是正面的 其实说真的 近期的业绩期股份都挺有趣的 特别这几只大那几只 很多时候盘后的价格 大力很大 一旦升十几和跌十几只都有 今天可能是alphabet 譬如日前是meta 日跌很多 甚至乎日前Tesla 全部都是一大升大上大落的 相比来说 如果待会再说就是Microsoft 其实盘后几个百分比 其实不算太夸张 是 相对冷静一点 我想为什么会有形成这么大的差别 可能大升大一点 或者为什么alphabet 今次有大升呢 我想最主要一点就是真的看看有没有惊喜 因为坦白说 本身普遍预期这几只大体上说 真的都不会特别预备 甚至乎就算差那些 像Tesla 你都预复了它差的了 即是有一定预期在那裏 有一定预期在那裏 只要出来的结果 是没有再一些惊客的 反而有些惊喜 其实都已经有得是再推上去 当然alphabet比较强的地方 就是它本身股价 如果你看过这段 都是算强的 其实去到一个这么高的位置 大家一定是要求更高的 所以起码今次出来 是给到大家的 因为一来 如果你看过贵迹 的确大数 无论收入 和每股盈利 都是比较高的 甚至拆开各别小的业务 可能你说的是 YouTube方面的广告也好 或者是Google云那边也好 其实全部都是比较高的 对像这一篇 也好 不能够 再说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